大家好 上一集我们在去这个球场的路上 聊了高尔夫是美国大众化的运动 这个球场是配高尔夫球车的 因为是疫情期间 先对球车进行彻底的消毒 车消毒好以后 把球包和吃的喝的装在车里 先开到练球的地方 从这儿可以看一下这个球场的大体风貌 挺漂亮的 在练球区找一下感觉 第一个球似乎还不错 离那个洞也不太远 第二个就进了球洞 球练习完了 我们开到第一个球洞的发球区 老公你介绍一下怎么打球的程序吧 打球呢是要一组一组的 前面可以看到了前面那组人已经打完了 他往前走了 那么我这个球呢打不到他 所以呢我才开始发球 那么发球的地方呢 你可以选这个不同的发球区 你可以选这个专业运动员的最远的 你也可以选这个中间的 就是像我现在所选的地方 那你还可以选这个老年人和父女的 那么他就在还在前面呢 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说 因为你是第一个球 所以呢有可能会发不好 所以呢发球的话呢 就是要第一个没打好 你可以再发再发另外一个 因为前面的人也会影响你的速度 你打的太快也不行 你打太慢后面的人可能要打到你 那么你发球的以后呢 你可以发现呢 就是说水平高点的话呢 球实际上丢不了 一般他都在球道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刚才看到了我的球 那他在球道上面 所以这个球呢就是很好找 也就是说水平越高 球越不会丢 那么刚开始的时候 有一场球有可能能丢20个球 因为呢这个发球杆是最难控制 他因为他要打得远 所以他有可能就打到别的地方 现在可以看到呢 前面有前面一组人正在打 上一集你讲了打高尔夫球的许多特点 你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对我上一集说了很多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说是全家可以上阵 父子母子都可以在一起打 但是没提呢这个夫妻可以一起打 有网友呢就问了一个问题 就说为什么不提这个夫妻可以一起打呢 问题实际上问的也挺好的 我球场上面看夫妻在一起打的 年轻的想聊口比较多 好像其他年龄组的不太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吧 但我猜可能是这个良人打可能要吵架 不计是 其他特点我也不重复了 这一集我要补充一个特点呢 是实际上也是高尔夫球最大的特点 也就是说高尔夫球的最大的乐趣和特点呢 实际上是叫挑战自我 因为他球跟别的球呢不太一样 就说这个呢是要挑战你自己的 也意思就是说对手就是你自己 你要想战胜自己 那么你就要想尽很多的办法 也有人把高尔夫球运动 比喻成叫绿色的海洛因 意思就是说你迷恋上以后 就跟那个毒品一样停不下来 差不多 因为自我的表现的话呢 你在球场上就表现出来了 你比如老想赢 那么有些人就耍赖 我们所说叫计划账 那么挪动球 生气的时候摔杆骂别人 那么这个 还有一个呢这个特点呢 就是说有些人老是怨别人 怨球场怨这个有风 这个反正都是别人错 你这个球也打得好 这就是高尔夫球的这个特点 就说意思就是说 你的这个个人的品性 也在球场上也就体现出来了 跟打牌是一个样的 打扑克牌 当然打球呢就是一动一动的打 你可以看我这个刚打完一个球 那么下面呢就是要到另外一个球 球洞去打 那么就是按照顺序一个个打 那么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说高尔夫球呢就是说要挑战自我的话呢 实际上他需要你球员自己要冷静 所以呢球场也就不能热闹 所以拉拉队是没有的 就是说看球的人他不能大声的去喊 那么打球的时候是不让出声的 就是说不让这个观众出声 所以球场呢这个看起来不像其他大球都是很热闹的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西方呢有个特点呢他把所有的运动呢都搞成数字化了 也就是说评价一个球员管他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 特别是业余的很有用 就是说业余球员他到底水平如何 两个人没在一起打的都知道你的水平高和水平低 所以美国呢用了一个叫差点的这个体系 什么叫差点呢 就是说呢标准肝你比如说是72肝 就是你打完了以后这个18个洞应该是72肝就应该进去 那么专业运动员呢他应该呢少于72 一般专业运动员他肯定是少于72的 所以你看比赛他都是负干 就是少于这个72 当然了就说能拿能拿前几名的肯定都是负的了 后面呢当然也有正干的了 就是你比赛的话进前50名就可以拿到钱了 就是所以呢这个这个差点呢就可以用来这个体现这个 一个球员管他是业余还专业的他的水平的高低 那么差点呢最多呢是36肝 意思就是说加在一起72加36108 也巧了中国人好像喜欢用108 你看那个水波凉山的108降 这个国外这个球动的这个这个差点合在一起 就是说真正开始开始这个你觉得你水平好了 那你有差点了就说明你水平就高了 一般来说刚开始打的时候有可能是一百三十三十几干的 一百四十干都有可能 所以你要是能打到108之内 已经算是可以了 所以也就是说这个差点的话呢 就是体现了一个球员的他自己的水平 那么有了差点之后实际上两个人不用一起打 你就知道这两个那个水平的高低 这也就是他这个特点意思就是说 你比如两个人比赛的时候 这个你可以把这个差点呢作为一个基数 你比如你是这个差点10的和差点36的人在一起打 两个人可以在一起打 那么那么一般来说在打的时候呢 就是两个人讨论了 就说我干脆就让你多少干 就像相当于我们一个让齐一样的 但是他用这个差点来给你让 第一意思就是说我让你那个叫什么 我比你这个高10干 那么我开始的时候就把那个10干就加上去了 这样的话比下来呢 这两个人这个叫什么比赛激烈程度就有了 因为他差点低 他球意好 他并不一定赢得了你 我有一次呢跟朋友一起去打 那么这个他肯定是比我好了 因为他从小就开始打球 我才打了几年 那么那么两个人商量好了 我说这个可以增加点刺激的 就是说谁输了这个中场休息的时候买啤酒 然后结束的时候 然后假如先比九个洞嘛 那么九个洞完了以后 这个中间不是可以休息吗 上上厕所回到 回到这个club 可以喝个啤酒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就说呢 要是谁输了对不起 这个买啤酒 他以为他能赢呢 那么这个实际上我赢了 那么那个赢了以后呢 他还挺不服气的 因为后面一般打完球就回家了 一般后面就不喝啤酒了 一般都是在中间休息的时候喝啤酒 他就说 我们下面再接着比 我说 我说比完了以后还喝啤酒 他说是啊 那没想到那个后面 赢的更多 他就又买了一次啤酒 大家可能对名人比较感兴趣 你介绍一些名人的水平 给我们听听 举名人啊 我知道 这个川普总统 现任总统 他的差点是在十日以内 也就是说他打球的话 他得分应该是在八十分之内的 日本的安培首相的差点大概是二十吧 所以他应该是能达九十几 为什么知道这个因为也是媒体报道的 因为他到美国访问 川普总统不是请他在他家自家的这个球场打球吗 好像媒体当时爆出来了 就是安培打了九十几干 川普总统是打了七十多干吧 记不得具体的数字了 我们外行也不清楚 八十干九十干有什么区别 哪个水平高呢 当然了 就是八十干肯定要好于九十干 一般的人打球的话 我叫业余球员打球 也就是weekend player 他一般来说呢 进到一百干之内相对来讲容易 要是能进到九十干之内 要花很大的力气 也就是说练很长时间 然后要从九十干进到这个八十干之内 那又是很多业余球员努力的目标 所以也很多人能够进到八十干之内 当然他是努力了很长时间的 就练习了很长时间 这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 就是高屋球的最大的这个特点 就是挑战自我 因为你有自己这个目标 你想进入到八十干 那你不是说从一百三十干 一下子就能进到八十干之内 那是很难的 所以你是一点点进的 也就是说吃干吃干的往里面进 那么这个也是不容易的 那么这也就是高屋球的特点 你再举一个专业运动员的分数 我们才好间谍哪个是高水平 比如举一个美国最著名的运动员 老虎五姿的它的干数 它一般呢就说要是打得好的话 七十二干的洞 它一般是能六十八六十七 就可能能够进得去 第二要是那天要是打得不好 那么它有可能会多多几干 也有打臭的时候 你比如七十四七十五 这都有可能 所以它是有变化的 但一般来说要发挥正常 它应该是在七十二干之内 就应该能够打完 这场球打完了 下一集再到别的球场打一枪 欢迎一个地方 谢谢大家观看 欢迎订阅 欢迎转发 点赞 谢谢 谢谢 鞋